嗨 大家好 我是Mina 欢迎来到艺术开开门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跟凤梨有关的 我们这一阵子大家都对凤梨很行 然后一直也在支持果农 那台湾的果农也是需要 就是被支持的 结果呢 结果呢 我就有看到新闻 就是成城坡的有一张的字画 然后他就是被起底说 他画的是不是凤梨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成城坡的字画像 然后这是列印的 那真的看起来这个真的 他的背景啊 真的很像是那个凤梨罐头 其实他想要画的是向日葵 那他的向日葵 他就是用比较抽象的一个表现 他并没有把争夺花 就是把他都画得很清楚这样子 然后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画呢 他的偶像啊就是泛骨跟高跟 那说实在话他就是受了泛骨跟高跟的影响 是泛骨跟高跟 那因为泛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他画了非常多的字画像 有那个割掉耳朵的 然后也有就是平头的 然后也有戴草帽的 那他就是把它就是成为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 然后以前就是看到那个画 所以他就把泛骨变成自己心里期许的一个偶像 对于艺术的热情 所以他就是把向日葵 就是放在他的背景 因为泛骨啊就是他画了很多有关于向日葵 所以在他的心里他就觉得向日葵是可以代表就是向着太阳 那就是人生的希望这样 其实就是学泛骨的 好那我们要来比对一下泛骨 好那这个是泛骨的作品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他这个是一样都是戴帽子 有发现吗 所以他是很明显的在学他 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对自己的有一个一个志向嘛 因为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让后人歌颂的一个对象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就是雄心壮志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你想想看 那时候台湾才没几个人 然后他搭着船坐了这么久的船 然后他去到就是都没有人认识他的东京 然后他为了就是什么 他为了就是一个理想 他为了他要实现他的理想 然后就是家里也都断绝了经济的 经济的支柱嘛 然后呢但是他就心意想说他一定要成功 那泛骨的这一张他后面是没有画花的 泛骨这个时候啊他受到了那个点苗派的影响 自我的勤勉就是能够努力 然后发光跟向日葵一样 那这个向日葵值的就是泛骨 所以不是翁来罐头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可是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做高跟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高跟的自画像 我们来比对一下 这是泛骨 泛骨请你休息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看不到 好这个是陈陈坡的自画像 然后他是就是我们刚有说过 大概是在他读书的时候 在他日本的时候画的哦 就是1928年 那也有资料写1927年 好那因为我也不知道第几 然后因为他这个上面也是没有签名 所以我会建议说艺术家真的还是要写个什么 2021啊然后2017啊就是一般太红了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去看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画的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高跟的自画像 所以他是受到真的是两个人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高跟 高跟的自画像是这样还蛮酷的 然后他后面啊会有花 然后还是有一点自负跟自恋 为什么他画了两个高跟 一个是他 然后一个是 那这个应该是他当时也是画了不少的自画像 他贴在他的房间里面 然后他这个其实是壁纸 所以他画了花 所以呢于是陈陈坡又跟他学习了 他在哪里有学有两张作品 好一张觉得这个向日葵好像 没有什么公信力对不对 好觉得说他没有学 可是翻过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就是确实他在学他们两个 可见他们的影响很大 那其实这个影响在他的求学当中的时候 他就有有跟他这个求学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聊到泛骨啊 例如说跟那个就是跟他的东京的一些同期 同梯的同学一定会聊到这些 对他们影响很深刻的 因为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像印象派 这个时候他是在哪里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时候他人就在上海 他在当老师 然后呢其实字画福山花 他其实泛骨跟那个高跟啊 给他们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大 但是他在上海的时候也不忘哦 就是给自己画一个帅帅的字画像 可是那一年是冬天 其实我有找到就是说他的那个 跟全家福的那个合照里面 他大概就是类似像穿这样子 他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冷 所以他就是穿着大衣这样子 然后当时他就有这个帽子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他的背景啊 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字画像 尤其是这个年代的那个男人嘛 然后他的字画像都是会画的比较素 或者是就是比较简单 不然就是像后面这样子 就是白的墙或者是就是简单的布景 你就是把它画出来 可是为什么他会画看得出来吗 他在画福山花 这就是南国的福山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他也是心系着台湾 那这个福山花呢 就是代表他的家乡 代表嘉义 因为嘉义到处都看得到福山花 就是那个红色大朵的那一种 我小时候还有去摘过那个福山花 然后把它给拆开 然后去吸那个蜂蜜 哦好甜好好吃 然后呢 好虽然他的这个 虽然沉沉坡的这个字画像的后面啊 虽然长得很像那个凤梨罐头 好那我们就是稍微来聊一下 就是台湾的凤梨罐头 我们台湾的凤梨罐头的创始人啊 是那个刚春庄太郎 那其实他为什么是台湾的凤梨罐头创始人 因为他就是刚春庄太郎啊 他就是那时候来到台湾啊 他就是想做一些生意 其实他那时候是在跟军方 就是做那个罐头的生意 可是他那时候就在想说 诶那这个罐头要装什么 其实他还没有想到 其实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啊 然后他就是尝试了这个 这个台湾的一些水果 然后他觉得真的很特别 于是他就把他带回去那个 带回日本 给皇太后啊 皇太子啊 他们尝试 然后他们一吃也是惊为天人啊 然后他就觉得 嗯真的是很棒 所以就激起了他的一些灵感 他想要把这个 嗯 把这个凤梨装在这个罐头里面 所以是这样来的 好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非常的受到日本的欢迎哦 所以这个当时在战后的时候 这个日本罐头 你你生病就会好 你感冒就会好 这样子 好 所以啊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有有有问一些长辈 他说 哎呀那个中间不是会挖一个洞吗 啊 那个心去哪里了 其实我们台湾人很厉害哦 他把那个心啊就是把它挖掉 然后把它晒干 就变成那个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就变成以前的那个时候的零食 然后给小孩子吃 好反正就是饭后零食 或是反正你想吃就吃那也很便宜 那就是蜜饯啦 然后水它是整个东西都可以拿来用 然后凤梨皮你也可以把它处理一下也可以堆肥 所以整颗是非常非常好的 饭头因为它是用糖水去腌的嘛 加工过后 然后一开你可以就是做糕点啊什么之类的都很好用 可是你我们那个时候的凤梨还没有改良 所以是非常的酸 然后他们就说你也不能一直吃 因为那个凤梨酵素 他们就说也有人就是吃到胃穿孔啊 然后吃到死掉的都有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在那个战后时代 我们的翁来啊 就会说那是拍鬼祭啊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的小故事哦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奇妙的 我也是感谢陈陈坡就是让我去更认识 台湾的这一段的一个历史故事 没有想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农民这么的厉害 然后我们的加工厂这么的厉害 今天就是顺应时事 就是讲了陈陈坡的背后的背景的故事 谢谢大家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